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刘医师 高大成这样讲 他说死者到院的时候 血氧骤降到37% 与一般死后 血氧降到45%到70%是不一样 代表他是快速死亡 但如果是真的坠楼而亡 正常来说是会慢慢的缺氧而死 而且二氧化碳的浓度 也会随之上升 而总和以上的迹象 他推测高中生应该是他杀 而且是注射毒物快速死亡 请教一下刘医师 一般如果是外伤造成的死亡 他一定经过一个血管破裂出血 如果说呼吸道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就是慢慢出血 出血到最后循环不行 然后产生了一些休克 最后死亡 所以他的因为心脏 如果还好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会有循环 而且呼吸道好的情况之下 这个氧气还是可以进得去的 可以进得去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即使死亡了 他的血中的氧气的饱和度 不应该降得这么快 如果降得这么快 很显然一开始那个邦谱 可能出了问题 打不出去 也就一开始循环就有了问题 所以说可能高法医是针对这一点 那会让一个十几岁 十八岁的一个年轻人 高中生 他的心脏突然就不能够 除非他一下来就直接受到一个伤 就是心脏爆了 这种伤 但是好像不是 他的伤不是这种伤 大家知道这个阿公是怎么死的 赖阿公跟他想要娶他的媳妇 可是当然他跟赖阿嬷 要告这个离婚诉讼 赖阿公是输掉了 因为赖阿公跟媳妇有同奸的问题 然后赖阿公一直没有办法 让媳妇取得台湾的这个身份证 他就很火大 于是他就去恐吓赖阿嬷说 这也都是家属说 我又拿枪打你 然后赖阿嬷就申请了保护令 申请完保护令 在4月26吧 赖阿公说他要开枪 对赖阿嬷开枪 赖阿公脾气很不好 这人这么多了 没有 4月26日赖阿公 自己在家里的浴室 滑了一跤摔死了 摔死了 所以才会5月4号要 骨灰进堂 但是这个我存疑 但是大家参考就好 下男友解释 说为什么要结婚这件事 他说不是基于爱情 他跟检察官讲说 检察官总要问说 那你们为什么要去结婚 他就说 这个赖姓高中生跟我讲 说他爸爸死的时候 脖子上有勒痕 所以他认为赖家人 会对他本身也不利 所以他不敢住在那个家里面 那下男就说 你不敢住呢 你就住我家 我家这个10楼有空房子 不过那你要先跟我结婚 因为我爸爸说结了婚 那房子才会给我们 所以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这个高中生有他妈妈保护啊 你觉得他认为妈妈能保护他吗 如果真 因为我存疑 如果真有这些事情的话 他妈妈也很辛苦啊 连要取得身份证都不容易啊 但是不是真的我们不知道 小灾 你是这个媒体记者 这个事情会水落石出吗 一定会水落石出 一定会水落 当然就很简单 如果按照今天的验尸报告 如果到时候公布真的没有问题 就是说你完全没有他杀的迹象的话 那基本上 就结案哦 对 基本上我觉得就很快就会结案了 那就是一场意外 那就是一场意外 因为你现在除非啊 除非说警方这边有掌握了一些证据 但是他们正在等一个时机 然后也许就是说 这个下男或者说其他人 或者凶嫌 有任何动作可以给他们逮到的时机 对 所以他们现在在挖 压制划水 除非有这种状况 否则如果你现在依依这种法医研究所 出来的验尸报告一翻两顿眼 那高法医怎么办 对 没有积极的证据来讲说 是他杀的话 因为我们虽然刚提出了种种的疑点 这包括这个下信男子 就是他的配偶 这个举动很怪异 但是举动怪异过怪异嘛 你就是没看到他杀了 就是没有看到他杀嘛 对 所以这个案子 有可能会很快解放 那如果真的是意外的话 那就是夏先生可以拿到那些财产 对 大哥 刚刚那个圣梅讲的 他的那个阿公伯 不是 他不是说很恶恶 这个当时处理的 就是很严重的疏失 因为他当时只要是非自然死亡 你如果说在家里 在家里90岁了 生病死掉了 就叫卫生所 医生来盖个章 他都死亡证书开给你 可是你只要有勒痕 那个不一样 有勒痕 而且是浴室滑倒的 那个不能叫卫生所来开盖章 开死亡证书 但是必须要通知刑事相验 就是必须要通知检察官跟法医 来刑事相验 是认定是他杀亲生 或者是其他的非自然死亡的 可是那个阿公伯 就是卫生所来 他拿一个死亡证书给你家属 烧掉了 烧掉完全就没证据了 所以他才择日才进塔 所以他这个死因完全不知道 你要一个18岁亲生 就是他要有他的想法 比如说他今天为什么要死 他选择死的方式 然后他要往生的原因 那这些巨族 我们如果以当天他的阿公伯 要扑到的状况下 是没有构成他要必死的决心 而且在两个小时之前 他才跟这个下信地正式的儿子 去登记结婚 回到这个地方之后 一个小时马上就坠楼 所谓的坠楼 这个坠楼到底是谁讲的 我们不知道 一个18岁的年轻人 他就这样 性命就不见了 那刚刚另外站着旁边的那个人 是刑警 那是刑警 所以面对他的老公 就是他的老公 面对刑警的时候 处之于泰然 他竟然没有交代死 那个死的人是他太太 他还讲说不认识 他的伴侣 他讲不认识 而且现在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我是刚刚讲说 他救护车到现场 那个大体在现场的时候 有被拍照 拍照的一段时间 我说你怕你这个问题落在土壳 掉下去地上了 不是一分钟马上发现了 可能已经在那边十分钟 二十分钟了 好 你被发现之后 再打119 110 车子再过来再三五分钟 所以你经过这一段时间 已经是一个三十分钟了 好 你再上车来 我们讲说现在107年 说三十分钟 你现场如果说你觉得他还活着 你送到医院 所有的脉搏心跳不会是零的 有一张图表它全部都是零 那你如果说 那个图表是到医院是不是 对 如果我看到那张图表 你就已经证明知道 他现场这已经是GG了 你为什么一个往生者 你正常来讲是通知 刑警 排出所 拉封锁线 盖帐篷 就算你今天送到急诊室去 那个温度 刚死 就是刚往生的人 医师更了解 刚往生的人 他不会从体温37 马上降到零度 不可能 他会慢慢的往下降 但是送到医院 他不会 插管 我跟你报告 插管 如果他插得到血管 你未必打得进去 你心中没跳 没有在输 你没有在输送 你进去的血 那个可能也滴不进去了 再来其他 如果说这几针 包括属西部 如果都是在医院打的 那医院要解释说 是不是急救的原因 那医院就判断说 他还活着 你现场送到救护人员 这个119的 你就是判断他是活的 不是死的 你现场没有死 你才送走 好 再来 那些针孔 如果不是医院打的 就像我们高法医讲 疑似不是医院打的 如果不是医院打 那是谁打的 那再来会打这些 静脉的人 只有两种人 第一种就是医生 这种专业 我现在把这医针给你 你煮静脉 你也没法打 我给你煮看看 他去煮到肉 他去煮到五千 他去煮就是一种 有专业的人 第二是什么 毒虫 毒虫 吃油的 他都打静脉 他去打 打到没所谈 打该病 所以 如果有 我说如果 因为犯罪要以事实 如果有凶手 这个凶手有没有吸毒的习惯 他懂得怎么打静脉 如果是医院打的 但是医院要解释 所以他皮下组织的解剖里面 有没有这些东西成分在 他会解释很清楚 而不是所谓今天中检 当然知道 你很认真在查 但是你查那么久 黑市我倒是警察干那么久 第一次看到 我再跟大家报告 台中地检署对此 他说 因为高法医研判 这个五役高中生 右手背的四处针孔 颈部有勒痕 可能是被诱骗到三楼的城屋 的空屋 在被强冠药物杀害后 丢下楼的 实际说 高法医研判也真的太厉害 把整个案情推论出来 好像有一个轮廓出来 推论出来 好像有一个作案的地图出来 台中地检署这样讲 说针孔跟警衡 警衡是医护人员 在急救的时候打针与套用 护警所导致的 好 所以 急救所以打针 可是刚刚有讲 如果他已经死亡了 那个血液动不了 怎么可能打到那么多 对 再来说 这个都有 紧诊疗记录为凭 希望外界不要散加 议策跟推论 其实他是叫家属跟叫高大成 不要再议策推论了 然后高大成说 被告未经审判证明 有罪确定以前 应该推定无罪 但是他研判 赖先生在十楼这个地方 被嫌犯下南 骗到 赖先生就那个武艺的高中生 骗到阳台 栏杆上留下了指纹的掌印 然后之后又骗武艺的 赖高中生下楼 谎称忘记带电梯的感应卡 因此走没有监视器的楼梯 因为报导指出 下赋因为仲介买卖 华语持有三楼跟八楼的钥匙 跟持扣 所以刚刚大成认为 武艺高中生是途经三楼的时候 被怂恿进入代售的空屋 接着被埋伏的共犯灌药 然后勒劲脱刑 再从第一楼层丢下楼 脖子的勒痕是这样来的 这差很多 这差很多 高法医已经变成刑警的犯案 高法医说他是从十楼到七楼 三楼 第一楼层 他忘了带什么 持扣 电梯要持扣才能上下 其实电梯要持扣 上去要 下来不用 所以他下来根本不用 他怎么会忘记 对 而且他的说法非常的离谱 也就是说 他说 这个 就是说这下南他讲说 当时他在房间里看到 赖姓高中生不见了 对 他不见了之后他急着去找他 那急着去找他打他电话 这也是检警要查他说他打他电话 找不到人 所以他就想说要赶快到楼下去找 但是所谓的赶快到楼下去找 那他为什么不赶快坐电梯下去 因为坐电梯最快嘛 你要赶快 而且坐电梯不用持卡 对 下去不用 不用持卡 那你要赶快那去坐电梯最快 那他说怕在电梯里收不到讯号 所以他选择从十楼的楼梯慢慢走下去 这不就成效 反正说实在话 十楼到一楼是要躲久 要躲久 那你走楼梯 你差那三秒五秒吗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说法是太离奇了 而且他讲到那个 我们就讲我们人的情绪是这样子 不要说你朋友 你即使看到一个陌生人死在路上 或者说坠楼而死 你搞不好都会有情绪上的波动 紧张或怎么样不知所措 但是这个是你的配偶 然后你看到他死在那边了 对 刑警跟你问话 你完全没有反应 对 你是完全没有反应 还否认两个人的关系 刚结婚 对 那时候才结婚两个小时 对 这个太讲不过去了 因为他们现在他一直也没有交代 为什么他要跟他结婚 对 然后我跟他到底是交情多 甚至我才要跟他结婚 所以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这么笨 就是我要杀他 然后诈财 要因为我跟他结婚 可是这个手法未免也太粗略了 很粗略 事委 这个受害者家属的律师说 铁证斑斑可考 启荣之手遮天 你知道这句话有多重吗 启荣之手遮天的意思就是 就是你 就是你啦 有人在搁 有人在搁 对啊 律师怎么会这样讲 应该这样讲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是凶手 可是就是没有直接证据 那话就是 就在一讲 因为我都觉得你讲这个 像刚刚小戴讲 不合理 不是 那我检察官 我检检办案 我不需要为凶贤讲话 是没错 对啊 是没错 对啊 所以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一方面办案的速度 然后而且这么多 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有压力才对 但现在看出来的 整个侦办的进度 还有就是 因为这还不公开 所以我们看到都是 可能是妈妈那边 有释放一些讯息 那你会觉得有在攻防 这个妈妈丢出来 之后又有人在攻击妈妈 就是说她以前是如何如何 然后后来不是她的这个阿嬷 就是这个阿公 过世阿公的前妻 这个妈妈确实有争议 对 他有争议 有争议 不过跟命案要分开看 对 但是那时候就在打乌贼战 意思是说你这样子 搞不好 郑大哥你知道网友 还有人在怀疑说 会不会他妈妈也是共谋 我跟你讲 真的有 有网友说他妈妈为了这个钱 可能也想要把自己儿子干掉 高法医有说他嘴唇内有 破洞有瘀青 那是怎么留下来的 嘴唇一般来讲 从外面去做一个压迫 死掉的人大概不会瘀青 应该是在他活着之前 发生的一个压迫 造成的瘀青 当然我们有很多急救的动作 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动作 去口鼻 给他压迫 给他给氧气 当然 可是那个是有一个氧气 一个那个空气垫 所以基本上要 那个压迫不会造成 那个流血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除非本身是有一种 容易流血体质的这样的人 还有他的 换句话说 你的意思就是说 对 他有可能是被污住嘴 污住嘴 然后很大 然后才受伤 基本上要外力 从这个口腔附近 有一个压的动作 他才会在里面 有一些肾血 它是嘴唇里面 所以如果是什么氧气罩 那不会嘛 对不对 那个基本上受过训练的人 不会让病患受伤吧 应该是不会 OK 那所以你研判是什么呢 可能在生前 有些什么样的状况 让他受伤 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 可能要 那他摔下去 不会刚好撞到咬到吗 摔下去撞到咬到 那基本上那个 因为我看到那个照片 他有点是 非常大 那个动能不是这样 可能整个牙齿就要掉 牙齿会掉 那个不是只有瘀伤而已 对 那 再给我再补充一点 我刚刚讲的那是一个 我看到论坛的推论 因为高法医这样的讲 所以大家都会在 网络上当键盘柯南 而不是要去讲说 高中生一定有这样的行为 这个要厘清 那当然因为 院方是说 那是因为急救打的 但是就像刚刚 那个高大哥讲的 如果他在救护车上面 就已经欧卡了 那你送去医院 还需要再打吗 这个都是让他觉得很疑问的 是 那再请教刘医师 因为本来说 这个肋骨只断一根 所以高法医才说 那是低楼层 怎么会是高楼层 高楼层摔下来就不是这样 那现在检察官有说 其实他是断了七根 七根只是你外面可能看不到 那你怎么看这个事 断几根对我来讲 不是那么重要 而是里面的脏气 肺泡有没有破 第一个 如果破了叫做张力性气胸 第二个 内脏有没有流大量出血 所以那个血的量 肺泡有没有破 这两个如果能够讲得出来 我们可以接受 换句话说 你说高楼层下来的话 这个会内脏碎掉 一定会 一定会 它会流很多的血 然后流很多血 会流很多 然后就在积在里面 对 有时候破掉就流出来 尤其在左边这边 如果说是脾胀 那个流血非常多的 对 那一流好几千cc 几乎人的血就干掉了 都是挤在内脏里面 在腹腔内 你看不到 中间声明有讲 有刺穿器官 高欣你要补充 补充的是说 因为我参与过很多解剖大体 解剖大体 它这个肋骨 其实是用电锯 把这个电锯两边锯开 然后把这个整个拿出来 才看得到脏气 那因为这一次的检方 他的那个解剖报告 他初步讲说 断了七根肋骨 那这个肋骨 变得滚 如果你已经断裂 其实你现场要做CPR的时候 你一压就知道了 你不可能你一压这个 变得滚那个肋骨的时候 你不可能不知道 医生这个专业应该比我还强 我们一做CPR 那一下去就知道 这个断了 就会软软 很软 那直接就会弄到脏气了 你不可能再 反而会刺穿 甚至于刺穿了嘛 所以你不可能在救护车上面 做这一些动作 然后到了医院 还在做这些急救的动作嘛 这个部分 我从警到现在 我是觉得不太相信 那高晴晴 你跟小代两个人 也算认识朋友嘛 对不对 跟兄弟一样 兄弟一样 他如果坠楼了 你会不会去换衣服 我不会 我会赶快抱着他 然后至少先哭两声 手上还拿了一双血 没有哭两声也要挨两声 我第一个会托 救护车上通知你老婆跟小孩 对啊 对吧 没有也紧张一下说 到处跑说 啊小带出台机了 小带出台机了 对吧 就这个起人移动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这是最怪的地方 他刚结婚的 五亿高中生 对的伴侣 最柔了 那监制机现在拍到 说他竟然去换衣服 对 为什么他换衣服 嗯 塞牛血迹吗 嗯 他可以解释说 他洗澡 不是啦 不是啦 你的伴侣咬下去了 你在洗澡 你也拜托 你这样一向 另外一件衣服有 死者的血迹 还是 死者的DNA吗 会不会 另外一件衣服 有没有 太行动的时候 可是我觉得 那个赖男的血迹 还是碰到他的DNA 那他一定早就把他毁 丢掉啦 我是觉得那个赖姓父子 看起来很像色有众贤 可是他们又好像觉得 自己 赖姓 不是 赖姓父子啦 就是看起来色有众贤 可是怎么感觉他们很 老神在在的感觉 这个跟大家报告 高法一 对不起 记者透过家属的管道 取得五亿高中生 右手不免孔洞 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局部的特写 那他发现这个孔洞在四个地方 一个是在右上背的二头肌 有两个孔洞 那个刘医师 右上背的二头肌在哪里 二头肌在前面这里 这里 对 右上背 对 所以换句话说他这里有两个孔洞 对 OK好 另外是右手肘一个 右手肘是这里吗 手肘一般讲的我们是讲这个弯曲的位置 弯曲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 另外是右手掌 右手掌 手掌背 的中指前面 一公分 这里也一个 对 然后右属膝部的静脉处 右属膝部静脉处 这里有三个 总共七个不明的孔洞 然后刚好都在静脉的血管上 我想请教一下刘医师 急救是 这个是有必要的 急救常常是需要抢时间 去把急救药物打到体内 当然就找到明显的静脉处 有的人静脉很明显 但是如果说没有血压的人 静脉扶不起来 可能就要找比较粗 原来就比较粗的地方 例如手肘的位置 鼠膝的位置 这些位置都是原来比较粗的 所以有可能是 如果是急救当中会选择 我们也会选择这些位置打 OK 可是不是那时候已经发现 他已经死亡了吗 是 一般死亡如果说 因为后来还有知道他的体温 体温没有完全凉 所以又年轻 所以一般来讲还是会救就看 至少我们要启动救 30分钟之后没反应 那医师才会宣布 那为什么在四个地方 可能打失败 针打下去大概没有 不一定 我如果是针的急救当中 可能会很多针孔 因为两边都有人 两组人在打针 打上的就先给药 一般是这样做 OK 好 这个高法医是认为 他被打入绿化钾的药物 造成心脏快速麻痹死亡 那么右手掌的大片玉清 疑似是被人用脚踩所造成 他推测 五亿高中生生前口鼻被人用 挥发性的麻醉药迷昏 再被注射绿化钾 造成心脏麻痹休克后猝死 死后被人从低楼层扔下坠落 那这个就是杀人了 对不对 那极可能是谋财害命 他已经到楼下来 对不对 这个下难 那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五亿高中生 这个赖生 他坠落下来的时候 一开始 大家以为是鹿倒 为什么跟坠落的状况不一样 这个高法医已经讲过了 因为抛物线下来 头会破 身会断 有些人甚至整个当场骨头 都整个折断 会穿刺出来 那因为这个高中生 下去那个草地上 看起来像鹿倒 因为大家不知道 怎么回事倒了一个人 所以为什么救护车来 要把他送出去 这当中只有一个人知道 他不是鹿倒 就是他 所以为什么警察在问他说 他竟然也没有讲是怎么回事 不交代又受不认识 这更奇怪 好 然后赖姆 就赖姓高中生的妈妈 他在早上九点的时候 一直急着找他儿子 因为要旁道了 因为爸爸骨灰要进他 找不到人 他第一时间是打给那个 就是他的爸爸 这个地震室 那个地震室 结果对方还劝他不用报警 这也很奇怪 所以妈妈最后是无助的情况 不是去找里长 然后找到里长之后 他们还是找不到这个孩子 是因为那个医院的通报 因为我们找 如果现在送来是一个鹿倒好了 或者是无名师 已经确定死亡的话 他们会有一个连线 所以里长这个时候 就赶快抓着那个赖妈妈 就说我们赶快去医院 因为那边有发现了一个无名师 是这样才去了医院 所以从头到尾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 都是这个下男 那怎么会这样 就这第一个大家不解 那第二个就更妙了 因为大家只知道 夏家在十楼有房子 平常没有住 可是各位知道吗 八楼有一栋房子 是夏爸爸给他女朋友的 然后 夏爸爸有女朋友 有 因为他们夫妻是分开来住 所以夏爸爸是跟夏男住在一起 吓到我了 然后夏妈妈 是跟夏男的哥哥住在一起 所以才会有说 你们两个儿子 谁先结婚 这栋十楼的房子给你 这是第一个 但是他的八楼 是夏爸爸女朋友 但是已经过户 给这个女朋友的小孩 那他们有两栋房子 然后 他们都没有对外讲说 直到高法一说 他怀疑是 第一楼层掉下来 这时候去查才说 三楼也是 三楼 也在我们手上 因为是夏家在卖 而且是空屋 就是证据到哪里 他讲一点 证据到哪里 他讲一点 可是 对不起 我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说 说检方有去查 查说一到九楼都有人住 所以不是第一楼层掉下去 因为他进不去 那看起来不是啊 八楼三楼都没有人住 你觉得检方 他会一户一户打开吗 你查那个户籍资料 应该就有了 可能有人问短理人 或是什么 对不对 也许夏家 他本来就有这个词扣 他可以进出 就是他能够使用三楼 是确定吗 他们没有否认 所以这个不论如何 因为毕竟我们是 无罪推论 如果最后即使检方一定要说是自己亲身的 那夏家父子的作为你还是很难解释吧 真的还有一个很诡异 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就是那时候他们登记完 登记完之后 回到这栋案发地点的大楼之后 他们两个是先上十楼 先上十楼之后 马上又下来 马上下来 然后大概东早早西早早 也没做什么事情 下来之后在大厅那边 大概东看看西盖看之后 又再上十楼 那这个动作也很奇怪 现在有一个说法是说 他不是武艺 就是这个赖姓高中生有12 因为他有房屋是固定 房屋也会长 可是很惊人的是 土地 他的土地有上千坪 然后大家知道在台中 尤其台中北屯这个地方 现在是最大行政区 人口超过30万 二十几件大型的建案 跟公共建设 这很多的土地 其实是赖阿公的 赖阿公过给赖小弟 现在就是说 赖阿公就是他爸爸 对 这个12亿 不只是代书可能会 很寂予或怎样 也有人讲说 跟黑道也有关系 就也介入去 对 所以他不是一个这么简单的 一个事情 跟钱有关 真的真的 他那些土地在北土 那个算一算是百亿 百亿 因为你现在去现场看 全部台中市最高级的顶级豪宅 都在那边 现在都在动工 对 所以五亿高中生很可能 其实是因为利益 可能被人做掉 就钱 他们外界 台中的地方人士 一直都有这种 红一个 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 那我检检何必帮他们给你盖 百分之百有共犯 百分之百 百分之一千有共犯 绝对不是自杀 这个共犯 就是他们一定有一个团体的共谋 这个共谋就是财 我们讲的命案不报告的 群财仇 这个群我暂时我先不谈 他们是不是我不敢讲 财 绝对占百分之六十以上及格了 仇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有仇恨 但是为了这个财 不要说五亿 有人为了五万块就打架杀人了 你今天五亿 这个基于这个五亿的这些人 到底是谁 我们不知道 检警调现在还查 侦查部公开当中 但是你今天的行为 还有你今天出面的一些 刚刚翠芬所说的 你看不到你脸上丝毫的一些 难过痛苦 你的爱人走了 你还可以大剌剌的面对记者 还可以有话说说什么 我跟你讲 你二十六岁 你的爸爸 你不是助理 你的爸爸就是地政事 你们是父子关系 你的爸爸跟这个老公 这个老翁 认识二十几年 所以等于是你二十几岁出生 就认识这个地主 你不要胡乱说 你不知道 你不认识这个地主 你也不要骗说 你不认识这个死者 你这样表现 我还要准备学校要 替这个高中生不值 高中生莫名其妙 这一片土地 也不是我赚来的 是我的爸爸给我的 所以你现在是怀疑 这个地政事 也有设计 我们不能讲 是不是地政事 但是一定有人 觊觎这一笔财产 那这一笔财产 你的名字 好 我跟你讲 现在他所有的名字 都是在 死者的身上 阿公慢慢慢慢 一点一点的过户 到死者身上 第一个阿嬷拿不到半毛钱 阿嬷没有名字 桌头桌子你都没有名字 第二个他的姐姐都是姑姑 桌头桌子都没有名字 阿嬷离婚了 离婚了 而且财产一毛钱也没有 然后女儿也都没有 因为他的名下 都过户给这个年轻人 所以名下只有 他可以得到的谁 只有他的配偶 他的配偶跟他的妈妈 可是他妈妈是中国籍 中国籍 依上我们台湾的法律 只能最多你200万 这个话 他其实他已经没有中国籍 对 而且他也没有台湾身份证 所以他根本领不到半毛钱 其实这个高刑警这边 在2002年也办过一起案件 清商会的副会长 在车内被焚烧死亡 其实是他杀 因为我刚刚为什么 针对这个青少年 他是被制造 自杀的假象 其实我自己 简单的时间来讲 我自己真办过的几个案子 在2002年 我那时候在文山一分局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通报 通报就是往政治大学的后山 要往猫空的地方 有一个很偏僻 很偏僻的 有一部休旅车 然后被烧得灭目顺飞 去陈运的人就看到后座有一个人 那我到现场 第一个到现场 那个警察都还找不到路 那我去手电手进去 我第一个到现场 我就远远的看到后面坐一个人 我想这可能心情不好 想不开 自己在里面亲身了 那就通报地检署 检察官来了 我就说一定要检察官 法医来相厌 你才可以判断他怎么死 我去把他抱 那个大体的时候 我跟那个殡葬业 两个人抱他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那脚骨稍微要复合 你比较轻的 没得掉起来 他抱起来 脚都掉了 剩下一截这么大一截 我手一摸下去 完蛋了 一摸就知道了 他的手是反绑的 铁丝反绑 就不可能是 对铁丝反绑就不可能是 自杀的 就是他杀的 所以这是加工 让人家觉得他是自杀 因为他没有完全烧毁掉 再来一个是在 罗斯福路有一个 很有名的大学 那个大学只有三楼 三楼四楼 三楼 三楼有一个男子 最楼 我说这十楼最楼 会没人知道 凌晨三楼有男子 胖一身 掉下来之后 这个左边的眼睛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那家属就怀疑说 他是被棍棒打的 因为家属一怀疑 我刚刚一开始有讲 检察官他不会马上就把他 认定是自杀 他杀 这就先冰存 那冰存的时候过了一个月 那个检察官就开始发 我们一直在调查嘛 就发通知到我们警察局说 我们哪一天要解剖 我知道到第二殡仪馆 解剖就是 那只吃像鱼 24小时那个水开着 在那边一直冲尸体 冲到他整身份都落水了 那解剖当天 我现场我去拍摄的嘛 那拍摄的时候 他从解剖这边一打开之后 一发现说 他里面 他那个一个心脏小小的一颗 一刀一刀一刀这样切 用检体这样放嘛 他从那胃里面发现了 酒精安眠药 在追查录影带 发现他跟一个女生 走进去那个学校 走进去那个学校 那个年代 民国86年的时候 那个年代还没有那么多的监视器 所以把那个女生找来之后 那女生是一个印尼的一个外傭 那外傭 后来又跟了一个男生进去 那印尼外傭联络到之后 原来是这个男生 他顾他妈妈中风 过瘾老婆中风这个女工 两个有那个私情 可是这个女工 印尼外傭跟那个死者有私情 私情 所以这个女生 其实外面还有一个 印尼的男朋友 那这个男朋友就很 假装就很善意就对了 就说他们是兄妹就对了 结果就用那个药物 放在啤酒里面 然后喝了之后 从楼上直接把它丢下去 所以这样丢下去 如果检察官没有把它解剖那一刹那 我们大家都会以为它是 最柔轻生的 那他的眼睛呢 他的眼睛撞到那个 那个水沟 不是那个铁的四方形的 踢到那个 他撞到那个踢到 所以这个地方 一撞下去三楼而已 撞下去整个头颅都不见了 这个头颅都不见了 剩下这样子而已 所以本来是有眼睛的 他是因为撞到那个 所以眼睛不见了 眼球都喷了十几公尺外 所以家属才会觉得说 他是被棍棒打的 还有家属有怀疑 就不能用任何的 他杀自杀等等 他刚刚被还绑那个人 被还绑的是因为 钱领了十九万 然后 新闻娃娃 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 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欢迎的命理大师 现在都在 命运好好玩 开运服务 包含 神准算命 开运商品 开运密法 请上网搜寻 命运好好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久不吝点赞 13点 11点 4点 5点 5点 3点 4点 16点 6点 8点 3点 7点 7点 複数 渚 7点 100点 7点 8点 9点 9点 8点